2020年3月22日,台湾艺人刘真在经历了艰难求生后,还是没有等到他需要的那颗心脏。 刘真生病很突然,他是陪女儿妮妮去做体检时,因为女儿不配合检查心脏,医生就拿刘真给孩子做示范,结果竟发现刘真心脏杂音不小。 经过一系列检查,刘真被确诊,心脏半膜脱锤,给女儿庆完四周岁生日,刘真火速入院手术,手术中发生意外,他心脏停止跳动,在装上叶克膜和病膜搏斗之后,医生又改装心室辅助器等待换心。 然而刘真的状况却一路下滑,心室辅助器让他出现大量的副作用,核磁共振时又发现脑部中风, 在经历了气切、开颅等大型手术后,刘真迟迟没有醒来,他的先生心龙已经愁到胡子都白了,躺在病床上的刘真并不知道,这场病已经让心龙债台高筑。 后来,心龙对外透露医疗费用超过千万新台币。 3月22日,和外界及刘真亲属商议后,心龙请医生拔掉了刘真的呼吸器。 台湾国标五天后刘真去世,年仅44岁,心龙失声痛哭,如果你愿意,我们下辈子再做夫妻。 之后,他告诉身边的人需要躲一段时间疗伤。 他的公司老板吴宗宪透露,刘真心龙的经济状况不太好,未来他们的女儿妮妮的教育费用会由他来支持。 刘真的告别式,具体事宜都是刘真生前同事打理,心龙待了四个小时,看上去已经悲痛的无法处理任何问题。 唯一有点小小的疑惑,这场告别式写明不接受花篮,薄金请会到指定户头,作为刘真心龙女儿的教育基金。 刘真去世后一年,心龙据说还没有走出来,据说整整一年没有出门了,刘真最爱的女儿妮妮完全不去上学了,他们的经济问题吴宗宪在处理。 大家都找不到心龙,他完全失联,可是早前,台湾Puff教父,人称虎哥的徐李平出版了一本叫做《三十年青春震耳欲龙的书》,心龙、彭家慧、康康等艺人都是从虎哥的Puff走出来的。 这次心龙突然卸身,他通过工作室直接提告前老板,第一侵犯他的肖像权,第二侵犯他和王思的隐私权,时不时也有人小声质疑。 刘真身前经济状况良好,他买了多少鞋和包,大家在节目里都见识过了。 心龙和刘真婚后还曾中过一次大乐透,奖金高达1.2亿,这笔钱用去哪了? 为何刘真去世丧葬移应费用需要由圈内好友一起负担?为何女儿书都不能读? 最近更有传言,心龙有新的动向,定居美国,将签字放弃女儿淋漓抚养权。 情深四海的痴情男子心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?看来我们需要从头盘起。 心龙1972年出生于台湾乡下,1991年出道,多半在怕不住唱,一直没有大哄过。 他人生最高光时刻就是娶了刘真。 喜欢高跟鞋和国标舞的刘真,在演艺圈的代表作就是在康熙和小S斗舞,和大S抢高跟鞋。 他娇娇柔柔,真诚善良,出手阔绰,身上也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绯闻。 因为国标舞跳得好,刘真还曾多次现身内地,担当浙江卫视综艺节目《中国梦想秀》, 湖南卫视热门综艺节目《快乐大本营》等多档热门综艺节目的嘉宾评委。 追求他的人从明星到富商,从来不会少,可他一直很固执地相信感觉和磁场。 刘真会注意到新龙是因为他们在一起的一档节目做导师。 每次刘真想说话,新龙就会帮他示意主持人,刘真感觉新龙很绅士。 之后新龙要他吃饭,刘真没有拒绝。 刘真嫁给新龙的时候,他的事业如日中天,手头上有好几个综艺,而且舞蹈课也在营里。 曾经有媒体爆料,两人结婚时收入差距500万台币。 台湾媒体仔细地盘算过刘真和新龙的身家、名气、地位、家庭后,认定刘真是下嫁。 但刘真不这么认为,我很怕听不懂我讲话的男生,他在我话没讲完时就能猜到我的心思。 他们在夏威夷举办婚礼。 因为刘真喜欢海豚,新龙偷偷跟饭店商量,要找来海豚在全场宾客面前表演月龙门秀。 跳一次五万,一共跳了三次,十五万博美人一项。 刘真在法国逛街,看中一款包包舍不得买。 新龙知道了,打着飞堤飞过去,买下包包放在他的枕头边。 新龙名下价值八千万的房产,也转给了刘真。 平时所有收入更是通通交给刘真管理,那是拿什么钱买包包送惊喜啊? 不敢问,刘真工作,他就炖好烟窝送去。 刘真爱吃什么菜,他马上学着做,妥妥爱气如命。 在他们感情最好的时候,传来新龙中了大奖。 据吴宗宪说,奖金高达两亿新台币,也就是四千万人民币。 一时间,新龙成了幸运的代名词。 娶美貌娇妻,中大奖乐透,人生最爽不过如此了吧。 那段时间,刘真频频参加时尚类综艺,在节目里展现自己的包包、鞋子,婚厚优渥的生活。 刘真2014年嫁给新龙,婚后新龙事业没有太大起色,但老天保佑给他中彩票。 这一切会不会美好的有点不真实。 刘真去世后,传出新龙的确是无力支付高额的治疗费用,所以不得不选择拔掉呼吸机。 刘真有保险,他保险之外需要自己承担的金额大概在500万新台币,约110万人民币。 刘真平时买鞋,58万一双眼睛都不眨。 没想到到最后时刻,经济问题会成为蓝路虎,大家都很好奇那笔乐透奖金哪里去了。 关于这笔钱,最早是2015年吴宗献说漏嘴,称新龙中奖2亿台币,之后新龙说自己只是1.2亿,可是彩票店老板说投奖1.2亿,还有六竹二等奖共计4.6亿,金额越传越夸张。 只是到了刘真去世时,新龙说,没有中过奖,此事子虚乌咬。 他明明还曾说过这笔钱的去向,给了爱妻刘真一部分,另一部分留作了女儿的教育基金,最后一部分用来做公益,已经完全花完。 因为他刚刚痛失爱妻,众人虽觉错愕,却也不好责怪太多。 吴宗献一直鼓励他,表示经济问题都可以慢慢解决,让他振作起来,出来做事。 那个阶段,网友、媒体对新龙同情有加,但他重情重义,对刘真用情太深。 可是一年过后,新龙的情况丝毫没有改善,严厉亭作为新龙的圈内好友,去探望了新龙一次。 之后告诉大家,他每日闻着刘真的梳子度日,新龙还辞退了家中保姆,独自带女儿生活。 可女儿妮妮已经五岁,照理说是上大班的年龄了,他又不送女儿去上学。 最离谱的是台梅挖出一个旧文,说新龙在刘真孕期曾经出轨。 台梅还说刘真的婚姻也没有表面上看上去那么夫妻恩爱。 他去做这个心脏手术的目的,是为了博二胎,维系婚姻。 今年年初,刘真多年好友杨丽精在脸书上发文纪念刘真。 提到新龙,他却只说大家并不熟,而且他想去看看孩子都很难。 并且杨丽精强调多关心刘妈妈,刘妈妈才是最悲痛的人。 因为新龙不现身,网络上充斥着各种关于新龙的传言,说他自杀,说他车祸,说他们的女儿被林心如受养。 对此新龙的公司代表他发了声明,可是声明里唯一没有澄清的就是出轨。 刘真做手术到底是不是为了博二胎,现在已经没有人会知道答案。 我们更关注的是已经五岁的妮妮过得怎么样。 最近,网络上有一系列的文章指新龙已有新欢,甚至新欢都已经怀孕。 刘妈妈想要收回刘真名下的房子,也想把妮妮接到身边抚养。 刘真身前经纪人音乐琴是他最亲近的人。 他在刘真去世后也走不出来,多次到庙里拜拜寻求平静。 可是经过一年多的时间,他已经准备好面对接下来的人生。 他喊话新龙,妮妮是大家心里的宝贝,大家都在帮助着他。 这也是刘真最牵挂与放不下的,希望新龙不要再那么懦弱了,该申请的时候也该结束了,不然毫无意义。 自私需要隐藏起来,不要再让大家担心了。 吴宗宪则是软硬兼施,一方面劝说新龙必须积极起来,另一方面他也表态,总不能绑他来工作,已经和新龙解约。 吴宗宪的用词和一年前大不一样,当时说他给他时间,现在说一坦懒泥扶不上墙的那种。 看多了太多的故事,难免怀疑新龙的一往情深到底是不是人设,可是如果做人设,总是要用人设变现,或者是图名或者是图利。 躲在家里拒绝见人,名利都无法实现。 今年3月22日深夜,新龙罕见地在社交平台更新动态,他写下12字来悼念刘真,背景依旧是妻子最喜欢的粉红色,虽然只有寥寥数语,但字里行间却充满了对刘真的思念。 他先是对着王妻报平安,称这两年自己和女儿都好,紧接着诉说自己的思念,令不少见证过爱情的网友心痛无比,而新龙无法走出妻子离世的阴影,精神状态一直都不算好。 不知不觉,刘真已经离开这个世界整整两年时间,大家似乎都已经习惯了他的离开,但对于深爱刘真的新龙来说,似乎时间永远停留在爱人离开的那一天。 他至今无法走出困境,与外界断绝了所有联系,并且作为歌手的他放弃了本职工作,与老板吴宗献解约,彻底消失在公众面前。 新龙偶尔会更新社交平台透露近况,几乎每条都与刘真有关,但两年的时间过去了,新龙似乎还没有走出对王妻的思念。 无论如何,刘真离世两年后依然能被爱人惦念着,确实令人动容,但也希望新龙能早日走出阴影, 不要再过苦行僧一样的生活,毕竟他和刘真还有妮妮这个女儿,更应该早日郑酌起来, 但他到底有没有新欢一直都是传言无法证实。 如果让我选,我还是相信新龙只是太过悲伤走不出来, 尽管写下曾经沧海难为水,出却乌山不是云的原枕,转身就另取他人, 我还是固执地相信世间有至死不渝的爱情。 每天讲点不一样的娱乐圈是约刊欢迎你的订阅, 还有哪些人物是你想听想看的,欢迎评论区留言给我哟。